对不起老师 我们输了 今日之败 责任在我 孤军深入 中了埋伏 您要罚就罚我吧 不 队长 不能怪你 谁能想到对方这么阴险 不好 四罗 阴险同样是实力的一部分 输了就是输了 没有借口 天衡 错也不在你 是我的问题 作为控制系魂师 战队的灵魂 我没有指挥好大家 队长 对你们来说 这虽然是一场失败 但未必不是好事 为什么 一直以来 你们的经历都太顺利了 这场挫折可谓来得及时 让你们能够吸取教训 在失败中成长 是你们必须经历的 在失败中成长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我还要见几个人 很好 你们赢了 你们不仅战胜了对手 也战胜了自己 今日这场团战斗魂 就算是第二阶段失联中的考试 你们都通过了 大师 那回去以后 是不是该给我们放假了 你们这些小家伙 也不要太得意了 真正比拼实力 你们并不是黄豆战队的对手 可是院长 我记得您曾经教导过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好你个臭小子 懂得顶嘴 好了 弗兰德 差不多可以了 孩子们这段时间也够辛苦了 大师 您看 回去是不是让他们休整一段时间 是应该休息一下了 这次回去 给你们半个月的假期 我再考虑一下第三阶段的失恋 还有第三阶段 怎么 你们有意见 不不不 不 当然没有 您是最英明的 别说第三阶段 就算是第四 第五 我们也非常欢迎 弗兰德院长 赵无极副院长 你们好吗 你是黄豆战队的领队 弟子秦明拜见 我还以为你这臭小子早就把我们忘了 好小子 你是越来越厉害了 看来用不了多久 你就要追上我们了 不论什么时候 两位院长始终是秦明的老师 秦明也永远都是史莱克学院的弟子 史莱克学院的弟子 你还是像以前那样拘束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大师 一样是史莱克学院的老师 您好 大师 不必客气 你是他侄子的老师 从这方面论辈分和他平辈 他当然不会受你的礼数了 侄子的老师 你还藏着业者 难道非要我告诉大家 宇天恒就是你侄子吗 什么 傅兰德 我说过很多次 我和蓝殿八王龙家族 早就没有任何关系 是我多嘴了 想不到他现在还这么介意 你们一定很奇怪 为什么秦明会来这里 其实很简单 他也曾经和你们一样 是史莱克学院中的一员 而且还是曾经最出色的学员 各位学弟 学妹 你们好 学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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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 看来我们史莱克学院 发展得比以前更好了 好什么好 这些孩子已经是学院最后一批学员了 难道学院的经济问题 还没有解决吗 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年纪大了 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冲劲 等这些孩子毕业后 我们也可以去过一些属于自己的生活 史莱克七冠 果然比天斗皇家学院培养出来的学员 更加年轻出色 你们先去把积分解算了 三哥 兄弟谢了 你谢小三什么 我胖子虽然不算聪明 但也绝对不是傻子 比赛时 小三面对那盾牌攻击 始终不肯使用奥斯卡的蘑菇装飞起来闪躲 那是因为我和奥斯卡还有融融在后面 你不是刚说过 我们是一个整体 我总不能出卖队友吧 对了 刚才清明学长说的 天斗皇家学院 是一座什么样的学院 小三 你不是吧 连天斗皇家学院都不知道 我 我确实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难道他们还有名吗 那其实有名二字就能解释的 天斗皇家学院 是天斗帝国最大的高级回事学院 历届天斗皇家学院的院长 都是由天斗帝国帝王兼任的 只可惜 天斗皇家学院招收学员的第一条要求 就是学员必须有贵族头衔 许多出色的平民学员无法加入 这就导致培养出的著名魂师并不多 天恒 你还认得我吗 你 你是 看完了魂力不足 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关注斗罗大陆官方微信 提前预知剧情 还有剧中看不到的壁纸福利 让你魂力满满 快来探秘斗罗大陆 我等你哦 看完 你看完 看完